一颗在太空里沉睡了40多年的废弃人造卫星居然突然苏醒,重新向地球传回了信号。 这是怎么回事?这颗卫星到底经历了什么?难道是被外星人激活了? 别着急,今天我们就把这事彻底搞清楚。 时间要拉回到2012年3月,地点英国,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名叫菲尔·威廉姆斯。 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群体里藏着不少大神,他们总爱用自己亲手制作的设备去捕捉那些来自宇宙深处的神秘信号。 2012年3月的一天,威廉姆斯像往常一样调试着自己的无线电设备,突然,一个强烈又规律的信号闯入了他的接收范围。 这个信号频率固定在237MHz,每隔4秒钟就会重复一次,节奏感极强。 你想想啊,在浩瀚的太空信号海洋里,大多是杂乱无章的宇宙噪声,这样规律的信号可太罕见了。 威廉姆斯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他断定这个信号绝对不是自然产生的,背后一定有人造源头。 于是他立刻用专业的电脑软件对信号进行分析,这一分析可不得了,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这个信号的发射源,竟然指向了一颗编号为Less-1的人造卫星。 大家可能会问,不就是一颗卫星吗? 有什么好惊讶的? 关键在于,这颗Less-1卫星早就被人类遗忘了40多年,而且官方记录里,它早就成了一颗太空气儿。 Less-1,全称林肯实验卫星一号,Lincon Experimental Satellite-E,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设计的一颗低轨道通信卫星。 它的使命是探索新型的太空通信技术,并测试太空中的电离层对无线电通信的影响。 它于1965年2月11日发射升空,承载着人类对太空通信的早期梦想。 然而,命运似乎给它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由于发射过程中出现了故障,Less-1并没有进入预定的同步轨道,而是被送入了一个高度约为2800公里的椭圆轨道。 更糟糕的是,控制姿态的点火操作失败了。 这颗卫星很快就进入了一种无法控制的翻滚状态。 这意味着它无法完成其设计任务,成了一颗残疾卫星。 在发射后不久,Less-1就被宣布报废。 到了1967年,地面站彻底失去了它的信号,它成了一块在太空中漂浮的金属残骸,一颗被历史遗忘的太空垃圾。 整整45年过去了,人类发射的卫星数量翻了无数倍,科技日新月异。 谁能想到,这颗废弃已久的老古董竟然在2012年重新向地球传回了信号。 这个消息迅速在无线电爱好者圈子中传开,多名爱好者进行了独立确认。 威廉姆斯随后联系了林肯实验室,报告了他的惊人发现。 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经过分析后,也确认了这个信号确实是来自Less-1。 朋友们,想象一下,一颗沉睡了半个世纪的机器,突然醒来,向你发送了一条信息。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当时,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各种猜测层出不穷。 有人甚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这会不会是外星人重新激活了这颗人造卫星,试图通过它来向人类传递信息。 当然,科学最终给出了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虽然这个解释本身也充满了巧合和奇迹。 科学家们认为,Less-1的运行轨道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会周期性地穿过范埃伦辐射带。 这个辐射带是地球磁场捕获带电粒子形成的区域,里面充斥着大量的高能带电粒子。 当这些高能粒子轰击Less-1的时候,就可能像一个微小的电机器重新激活了它的发射电路。 Less-1的设计也为这次复活提供了条件。 它呈多面体形状,表面覆盖着2376个太阳能电池。 尽管经过40多年的太空辐射和微流星体撞击,大部分电池可能已经失效,但科学家推测可能仍有一小部分电池还能继续工作。 为重新激活的发射电路提供微弱的电能。 那么,为什么信号是每隔4秒钟重复一次呢? 这就要归咎于它发射失败后的状态——翻滚。 Less-1一直处于不受控制的翻滚状态。 当它翻滚到可用的太阳能电池面向太阳时,就能接收到光照、产生电能,并瞬间发射信号。 而当它翻滚到电池背向太阳时,供电就会中断,信号也就暂停。 科学家们精确计算后发现,Less-1的翻滚周期正好是4秒钟。 这是一个多么精妙的巧合。 一个发射失败,被判死刑的卫星,在太空中漂泊了45年,竟然因为高能粒子的电击和自身4秒钟的翻滚周期,重新以一种断断续续的心跳,向地球报告它的存在。 按说,一颗废弃40多年的卫星重新复活,算是一件很神奇的科学剧文。 可科学家们不仅没有感到高兴,反而忧心忡忡。 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其实答案很简单,这颗卫星的复活恰恰暴露了人类太空活动背后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 太空垃圾已经开始威胁到人类的太空探索了。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太空那么大,一点垃圾不算什么,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咱们用数据说话,这些数据都是来自权威机构的最新统计,绝对有说服力。 根据欧洲空间局ESA和美国太空监测网络OSPARCHECM的最新报告, 截至2025年底,人类发射的人造卫星总数已超过15946颗, 其中只有约6718颗在正常工作。 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卫星都已经是太空垃圾。 但这仅仅是大块头的统计。 太空垃圾的真正恐怖之处在于那些体积小,数量庞大的碎片。 美国太空监测网络持续追踪着大约3.5万个直径大于10厘米的太空碎片。 而直径在1厘米到10厘米之间的碎片,数量估计高达100万个。 至于那些小于1厘米的微小碎片, 它们的数量更是天文数字可能超过1.3亿个。 近年来,随着以SpaceX的星链Starlink为代表的巨型低轨卫星星座的快速部署, 太空垃圾的问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恶化。 10年前,轨道上的活跃卫星还不到1000颗。 而截至2023年中,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1.1万颗。 SpaceX一家公司就计划发射数万颗卫星。 这种爆炸式的增长,极大的增加了卫星之间以及卫星与碎片之间碰撞的概率。 太空,这个曾经被视为无限广阔的领域,正在变成一个拥挤不堪,危机四伏的垃圾场。 来自一的复活是一个奇迹,它让我们得以一窥太空环境的复杂与神秘。 它也像一个景中提醒着我们,人类在享受太空探索带来的便利和进步时,也必须正视自己留下的烂摊子。 太空不是一个无限的资源库,近地轨道是一个有限且脆弱的环境。 如果任由太空垃圾以每年2%到5%的速度持续增加,我们最终可能会自断后路,将自己困在地球上。 朋友们,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APP,就是一款叫Himalaya有声书APP,非常好用,特别适合喜欢听书的朋友们。 它的华语内容十分丰富,天文地理历史名著什么都有,而且都是正版授权。 无论在通勤、走路、运动的时候,还是睡觉前,都可以听一听,特别OK。 为了感谢朋友们对我频道的支持,特别像Himalaya官方申请了14天VIP免费试用,一般用户只有7天。 现在立刻马上,你只要点击下方资讯栏的专属链接,就能领取使用名额。 你先用14天,如果觉得不合适,卸掉就是,不会扣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你就充值继续用。